泰式文化是把雙手核實 雙手掌其實不用完全貼合 中間要留一點點縫隙 像是 沒想到泰國同事都覺得很奇怪 還有同事以為 黑熊生病不舒服 後來黑熊有一段時間都是跑到廁所 坐在馬桶上 大家好 歡迎來到黑熊V泰國 我是黑熊 今天要跟大家聊點輕鬆的 住在泰國十幾年 很多事都慢慢變得習以為察 所以黑熊會開始做一個 泰國鬥姿勢系列 回憶黑熊剛到泰國 不論是工作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文化衝擊 有一些的確是需要克服的挑戰 有一些則是積極無傷大雅的小涟漪 這一集就跟黑熊一起來看看 有拿5件泰國鬥姿勢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打招呼 大家都知道泰式文後是把雙手核實 但其實沒那麼單純喔 雙手核實的姿勢 泰文叫做Panom 雙手掌其實不用完全貼合 中間要留一點點縫隙 像是一朵含苞帶放的荷花 這首飾用在打招呼 就叫做Wine 它是動詞 Gangwine是名詞 雙手擺放的高低也有學問喔 要按照對方的地位或備份來做調整 對佛像和尚 大拇指要對其眉心搭配鞠躬 對象的備份或地位比自己高的情況下 像是你的父母師長長官 大拇指要和鼻尖對齊一樣搭配鞠躬 同輩之間的打招呼呢 大拇指對下巴點個頭就可以了 黑熊覺得很有趣 因為可以從學習打招呼這件事 看見泰國的文化與社會結構 再來第二件事 就是泰國有冬天 如果跟過旅行團應該有聽過導遊講的笑話 泰國有三個季節 熱 很熱 非常熱 有三個季節 熱 很熱 還有XX很熱 陳東修學長 你坐下 其實泰國的確有三季 分別是3到5月的熱季 6到10月的雨季 11到隔年2月的涼季 黑熊最喜歡涼季 相對來說就是泰國的冬天 雖然還是大太陽 但會明顯的感覺涼涼的 泰北山區的低溫甚至會到13度喔 當然要到泰國旅遊也是涼季來最舒服 在泰國買東西 吃飯按摩 消費時所發生的稅金叫做增值稅VAT VAT的稅率是7% 一般你在超市大賣場購物 這個稅金通常都已經內涵 如果你是遊客還可以去辦理退稅 但如果是吃飯按摩那就要特別注意 一般在中高級的餐廳 菜單上的標價是不含黑熊提的7%稅金 另外店家會在結帳時再加收3%到10%的服務費 10%是最常見的 那要怎麼看呢 黑熊建議你先看看菜單最下方 有沒有文字註明以上價格是否含稅與服務費 或是如果你看到項目標價後面有一個加號 那就表示需要 外加增值稅 如果是兩個加號代表必須要加增值稅以及服務費 那如果是3個加號呢 這個狀況在泰國幾乎不會見到 有的話呢可能是地方稅 最保險的方式建議你在消費前先詢問好喔 你覺得泰國標示年份數字很奇怪嗎 其實在泰國是採用佛利 佛利是以佛陀涅槃那一年 西元前543年為起始年 從1941年1月1日起 泰國政府自訂以國際新年1月1日為稅首 政府官方、民間、媒體仍是以佛利為主 佛利和西利換算公司很簡單 就是西元年再加上543 辛酸不好的朋友呢 可以拿起你的手機或計算機 自己加一下就可以了 華人公司午休一到 辦公室都會關燈 大家吃飽飯會趴在桌上睡午覺 有些同事還會準備小枕頭 如果你聲音大一點 或是手機沒有調靜音還會被 但在泰國從學生時期 就沒有睡午覺的習慣 一開始黑熊到泰國工作 中午都會趴在桌上睡覺補眠 沒想到泰國同事都覺得很奇怪 還有同事以為 黑熊生病不舒服 後來黑熊有一段時間都是跑到廁所 坐在馬桶上睡覺 泰國人午休不睡覺都在幹嘛呢? 就算太陽超大 他們一般都會去外面吃飯甚至逛街 買很多零食回辦公室吃 像我們公司的泰國妹妹 買到我走到她的位置 我還以為她在開雜貨店 好啦 以上就是黑熊這集分享的 5個泰國鬥之事 希望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有發現泰國有哪些泰國新鮮事 也歡迎底下留言跟黑熊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